台北上海每年都会举办的商城论坛 今年将轮到台北市主办 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对新政府两岸政策都难处理 全出市府高层至今没有下令市否将举办 令到市议员担心商城论坛恐怕破告 对此不市府低调回应还在筹备中 去年台北市长柯文哲刚刚上任 书团去到上海参加商城论坛 不过今年轮到台北市主办 按惯例七八月就应该登场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举办与否的消息 市府大陆小组很低调 市议员就认为商城论坛恐怕破告 即将买入第七届的商城论坛 柯文哲四月份在市议会被询时候曾经说过一定会办 但是这次上海只有副市长陈级与会 被外界解到陈级拉低 规模变势 而两岸官方联系沟通机制 从520之后就陷入停摆 是否也都将冲击两岸第二轨道城市间交流 不市府不愿多谈 检视去年商城论坛 台北上海签署包括电子票证技术 以及公务人力交流等四项备忘录 但一年来成效有限 公务员只有一次回访交流 电子票证就外于法令限制 从未交流合作